还记得第一季《爸爸去哪里》的王世凌吗? 在节目播出后名声大噪,小丫头胖嘟嘟可爱的形象,也参加拍摄了好多电影与节目。 而演家的网友则指出,王世凌虽然小小年纪,但是一身都是奢侈品,也引发了好一阵子争论。 这也从中看出了李湘对王世凌的溺爱,要把所有美好的东西通通都给他。 但是随着年龄的长大,王世凌的体型好像也随着她的好胃口变成一个小胖妞了。 虽然在妈妈李湘的眼里,王世凌还是那个可爱的小公主,但其实在很多外人眼里,王世凌其实有点像虫花蕾的小公主,也许是因为平时营养太丰富了,王世凌的体重一直居高不下。 有一次,在某节目上,一个小女生对王世凌的体重开问,小女生称,你的妈妈经常给你吃很多东西吗? 我觉得你有一点点胖。 听到这句话的王世凌本来还蛮高兴的,瞬间脸色就变了,一言不发,随之开始痛哭流涕,看来也是伤到了自尊心。 毕竟心智已经成熟了,一个爱美的小姑娘听到这样的话不免难过,于是李湘也是赶紧安慰女儿,随后也对那个小女生说要注意说话的方式,估计说这话的女生心里也吓得不轻吧。 随后不少网友表示同言无忌,可能王世凌的心理承受能力还没有,毕竟还小,但是作为一个成熟的大人,在公众场合还是要注意分寸,毕竟对方也是一个未成熟的孩子。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呢?